在分析当中,比较平均竖法,选择单一样本体检定 把分析的变数点选到右边 再按确定 如果要绘制误差长条图 在统计图当中,历史对话记录,选择误差长条图 选择简单,下面选择各个变数之灾药 接着进行定义 把变数点选到右边的误差长条图 内定是95%的信贷区间 最后按确定 完成整体的分析 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